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 PRO DRIVE 打开引擎盖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具 4.0L 的双涡轮增压超跑引擎 连超跑都比不上 靠一句本地人所讲的啦 就是很方便下来下去 在我身旁这台 它是今年东南亚最畅销车款的第三名 它在今年上半年就卖了66,000 辆 非常的厉害 它就是 PRODURA AXIA 那 PRODURA 在不久前就为 AXIA 推出了小改款的车型 究竟这个小改款有什么特别 现在就让我带大家去探个究竟 在外形上 我们先说一说它的车头部分 其实它整个前脸造型看起来 变化似乎是不大 不过其实原厂是有为那个包心杆 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然后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车呢 是Advanced版本 所以它有这个Skirting 然后还有这些钢琴黑的材质 整体看起来比较有质感的一点 然后这个大灯呢 它有Projector Lens 然后也是一个薰黑的造型 整体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 至于这个轮框部分呢 它的轮圈还是采用改款前的同样的一个设计 车尾的部分呢 那个跟动似乎更加的不明显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的保险杆部分 是有进行了稍微的重新设计 还有这个就是 之前改款前的Advanced版本呢 其实它的尾灯是全白的一个设计 但是这一回小改款又换回了红色 相当不明白啦 因为其实白色看起来还是比较运动化的 打开AXIA的这个尾门 其实它的行李箱空间以一辆程式小车来说 那个空间算是相当的足够 至少我这样子目测来看 要放几个小型的行李箱都不是问题 那AXIA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下方 它采用的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备胎 相当的不错啦 对行车表现来说是更加的安全 至于内装的部分 其实原厂也是有进行了稍微的一些更动 包括这一个中控台的设计 它重新进行了设计 然后这一个主机呢 也是换成一个全新的主机了 这个主机相比改款前的那一台 同样是触屏的主机 我觉得整体的那个质感是提升了不少 不过这台AXIA Advanced 它的最大卖点还是这一个东西 那就是AASA 2.0了 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呢 它是2.0的版本 比起Myvi 身上的那个1.0 还要更加的好 至于在我国消费者很注重的这个 后座表现部分呢 AXIA 以一台小车来讲 它的空间感是相当的惊人 我现在坐在这个AXIA的后座 我的身高是168 那我的腿部空间竟然还有两个拳头的位置 头部空间也是相当的充足 那这个小改款AXIA 你看它的这个座椅的布置啊 这回也是相当的柔软 坐起来感觉还蛮舒服啦 只是说这个腿部的这个支撑 可能会稍微有点不足 但是AXIA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有这个可调式的头枕 所以我的颈部可以很好的这样子 靠在这个头枕上面 那身为国民车款 其实AXIA有不少小巧思啦 像是有在后边这边有两个这个 国人最爱的这个Dare Direct Hook 然后这边也是有这个 女性相当喜爱的一个手提包的卡扣 相当的贴心 打开引擎盖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具 4.0L 的双涡轮增压超跑引擎 诶没有啦开玩笑啦 这具引擎依然是熟悉的那一具 1.0L 的VVTI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为67HP 风值扭力91Nm 搭配的是四速EAT自白变速箱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的油耗表现为21.6kmh 这一个表现连超跑都比不上 在动力表现上 其实AXIA很明显的告诉你 我就是一辆City Car 它的起步表现非常的轻快 我觉得这样的设定啊 很适合你平常出路口啊 或者是你交通的转绿啊 或者是现在我遇到的这个塞车的路段 这样的设定其实是很好用的 只是说可能有时候 你停了下来过你中断再加速 这方面呢 相比起我家的老格里萨 我就觉得这个AXIA的引擎似乎不太愿意出力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教可能是为了要 兴顾到它的油耗表现而做出了一个妥协 但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只要我大彩油门 变速箱它就会及时降挡 然后给你更多的一个动力 说到这个自排 其实这个 其实AXIA的这一具引擎 还有它的这个变速箱 搭配到其实算是相当的天衣无缝了 尤其是这个四速自排它的调教部分 它的逻辑啊它的那个 升降降降的表现 都可以说是拿捏到恰到好处啊 至少我要那个动力来的时候 它就会及时降挡 整体而言我是觉得这个动力组合 以这一台CDC来讲算是OK的 至于操控方面 其实AXIA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它的转向没有很精准 而底盘还有那个玄调的表现 也没有非常的出色 可是因为它的那个体积比较娇小 而且它很轻 所以它带给你的反正是一种很灵活的一个体态 我要它去哪里它就可以去哪里那种感觉 靠一句本地人所讲的啦 就是很方便下来下去 这样的一个身手 其实在市区驾驶来说 是相当的好用的 其实我是觉得 Perodora在这方面 它是很实际 它很清楚知道 AXIA的潜在买家 要的是什么 追求的是什么 所以它不会刻意去强调 这台车的驾驶感 还是底盘的表现之类的 但相反它却注重在一些 这一个价位的潜在买家 所要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它导入了 Push Start Button Killers System 还有能够电动折叠的 Hose镜这一些配备 这些除了是潜在买家所要的 其实对于日常驾驶来说 也是能够增添一定的便利性 所以究竟AXIA是不是一台好车 我觉得这一点呢 还是要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你今天卖车 你的用途是什么 如果说你 买了这台车 你天天要开很远 要开很快 又或者是你的 你所开的路 那个路况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那我可以说的是 AXIA 并不是很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今天买来 只是平常这样 日常代步 通行用途 然后你也不需要开很快 你所走的路也是普通 就是那种所谓的市区路 所谓的买菜车啦 又或者是老人家讲的 买来踏脚用的车 那我就觉得 AXIA 这一方面呢 就真的是相当的适合了 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最适合你的车 那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就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看法 如果你是 AXIA 车主的话 也欢迎留言 分享这一台车的点点滴滴 和你整体的用后感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